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基本的程式设计的概念 接着我们就会开始使用我们要用的语言C++来写一些程式 并且透过这一些example program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的介绍 包括我如何能够写一些基本的statement 并且把运算的结果呈现出来 以及我如何能够让使用者跟程式互动 让他可以输入一些资料给程式 以及我如何能够写程式做基本的这个判断 或者是运算或者是重复运算 最后会讲一点排版的东西 好 那我们这门课呢 是要教大家程式设计 Computer Programming 那我们来讲一下它是什么吧 什么是Computer Programming 程式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电脑里面运作的元件 那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也称呼它为软体啦 相当相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一些硬体 软体通常是显得比较抽象 那我们这门课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知道 何谓软体 何谓程式 那么呢有一个定义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能结构化的组合资料和指令的话 那么呢透过这个组合 如果我能让电脑产生某一个我想要的目标 那么这样就叫做一个程式 也就是说呢这里的重点就是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把资料和指令组合起来 我给电脑一些可以让它运算的素材 并且告诉它要算什么要怎么算 然后这样子就是程式设计啦 就这样就是一个电脑程式 那么呢写程式的理由 这是很明显啊 因为电脑跑得比较快嘛 因为电脑有大量的这个记忆体 那我们人呢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那目前为止的缺点 至少目前为止 电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人必须告诉电脑要干嘛 所以人或者说就是所谓的程式设计师 Programmer 他的任务就是要告诉电脑说 请你这样做 请你那样做 那这是人的任务 那人跟电脑怎么讲话呢 就像我们跟美国人讲话 可能要说美语跟日本人讲话要说日文 我要跟电脑讲话就要讲电脑听得懂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程式语言了 Programming Language 写程式语言或是讲程式语言呢 基本上就是一行一行你把程式码写下来 然后来组成我们的电脑程式 那么执行一个Program 有时候叫Running a Program 有时候叫Executing the Program 它基本上就是一行一行你执行我们的指令 并且Hopefully最后有达到我们原本要达到的目标 程式语言这种东西 那我们来稍微再多介绍一点 人跟电脑讲话 就是要讲电脑听得懂的话 所以那就是程式语言 那么程式语言分为至少三大类 所谓的机器语言 组合语言 和高阶语言 机器语言和组合语言 这两种语言呢 他们基本上都是直接控制硬体的 所以根据不同形态的硬体 比如说Windows啦Mac啦 这些东西 应该对不起我说错了 PC或者是Mac 他们呢硬体的结构如果不一样 那你需要的组合语言和机器语言就不一样 不同厂牌的CPU 不同架构的CPU 需要的可能也不一样 诸如此类的 那更不用说你今天 如果是冰箱啊 冷气啊 飞机啊什么的 都不一样 那我们通常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通常会去写高阶语言 那这个有很多理由啦 一来就是 通常我们人 在学这些机器讲话的方式的时候呢 都很困难 那我们也不需要每一个人 都去直接控制机器嘛 我们应该去写一些 比较容易写的东西 然后靠着所谓的Translator 来帮我们把它转成机器 看得懂的东西就好了 所以在这门课里 我们也是写所谓的高阶语言 高阶语言呢 比较容易懂 然后呢 也比较容易写 写出来了以后呢 找一个所谓的Translator 把它转成机器或组合语言即可 那么绝大部分这年代的Application Software 都是用高阶语言写的 那我们这门课要学的C++ 是高阶语言 另外许许多多 你几乎你叫得出名字的 什么Python Java PHP Objective CR等等 这些人都是高阶语言 那在我们的这个领域里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写低阶语言的机会了 基本上我们不会去直接控制硬体 我们都是主攻软体这一块 那么我们写高阶语言 算是蛮正常的 那么到底谁来做这个Translator的工作呢 在C++的世界里 我们使用一种叫做Compiler的东西 这叫做编译器 编辑翻译那两个字 那么编译器呢 就会帮我们把我们写的C++程式 转成Assembly Language 或者甚至是Machine Language 那么有一些其他的语言用的是 所谓的Interpreter 就是直译器 那比如说Python这种东西 用的就是Interpreter 那他们中间有一些区别 不过也不用太在意 反正我们这门课呢 就是教你写C++ 就是教你用Compiler 那日子慢慢久了以后 大家自然而然会知道 Compiler跟Interpreter有什么差别 今天呢就不多多介绍 那么C++的程式语言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很Powerful的东西 它呢是在1979年左右 也有在所谓的AT&T的Bell Lab 这个被开发出来的 那历史上这个有许许多多的程式语言 都曾经被发明过 那么大家如果听说过 有一个语言叫C 有一个语言叫C++ 多多少少会觉得后者跟前者 这两个好像有点关系对吧 也没有错 C++是从C语言开发出来的 那么C++既然是从C语言 这个加东西进去的 那差别在哪呢 我们通常喜欢说C语言 是一个Procedural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也就是所谓的程序式的 程序式的语言 那么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我今天要写程式 我做的事情是写一个一个的Procedure 一个Procedure会解决一个小任务 然后我把许多的Procedure 组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解决大任务 那么呢 C++则是一个所谓的 Object Oriented的Programming Language 那我们说它是物件导向的程式 那么物件导向又是什么概念呢 它大概的意思是说 我想写的程式里面 我们呢 想象有许多的Entity 每一个Entity就是一个物件 所以我写程式是 建立许多的物件 并且定义它们之间会怎么互动 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现在讲起来都还是太抽象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程式的话 应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也不要在意 我们这门课呢 会从C++的基础开始教 所以前面事实上教的东西 跟C语言有98%都很像 所以你也可以宣称 你学完C++了以后就会写C 你再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 去把差别的部分补起来就好了 是可以的 我们这学期呢 大概这个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花在Procedural的这部分 帮大家把基础打好 那么Object Oriented的部分呢 原则上在现在的资管系的课程设计里面 它是放在大家大一下的时间为主 所以我们这学期呢 就会稍微的介绍到OOP 但是不会很深入的讲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 C++大体上来说 就是把物件导向的功能加进去嘛 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主要的理由是 我们希望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群人 他们花很长的时间 去开发大型的软体系统 这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商用资讯系统 通常发生的事 你不会期待某一套系统 只用几年就用完 所以他一定会长期的用下去 那么这样子的系统里面的人员 不免会流动 所以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系统一般来说规模也庞大 开发起来又要很久 因此彼此的协作 彼此的合作 必须要有一些程式语言本身的功能 可以来辅助 C语言比较缺乏这种东西 而C++比较有 或者说物件导向的概念 就是补这个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门课 应该要教C++ 因为大部分资管系的同学 毕业了以后 就是会有机会要写资讯系统 有机会要写商用资讯系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知道物件导向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系上这些课 就是被设定成 必须要让你学会这些东西 所以C++是必要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C++或是OOP的部分 是大家必须要学的 对大家来说呢 现在学可能多少有点太早 因为大家还没有很多的实物经验 但你现在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才行 所以呢 C++基本上你可以说它是C的 superset 大部分的C语言都可以被 这个C++的compiler来处理 所以呢 学了C++就像是学了C一样啦 那么 谁应该学C++呢 如果你想要变成电脑科学家 或者是电脑工程师 你应该要学够难的 够fundamental的程式语言 C或C++是你的很好的选择 又或者是 如果你希望知道program的detail 特别是系统level的detail的话 学C或C++是非常的有用的 现在有很多比较容易学的语言 像是Java 那甚至像是更好学的 像是Python啦 Arva之类的 比较容易学 比较容易上手 通常就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比较不重视系统方面的细节 所以如果要比效率的话 很多时候写C或C++的效率 会比刚刚讲的东西都快很多 那需不需要 其实是见仁见智啦 你也可以一辈子 就是写一些不需要处理 非常大量资料的运算 你也可以一辈子 就是你的网页只能30个人上 不能3万个人上 这个是看情况 因为你有可能确实是用不到 不过既然是教学 我们就是要教得深入一点 我们对资管系同学的期待 就是它就是程式设计要很强 可能不能说有比资工系也强 这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绝对要在台大里面 除了资工以外 就是应该要是最强的 这是我个人的期望 好 那最后呢 如果你希望将来可以很轻松地学习 其他的语言的话 那学C++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C++不但有C语言的 所谓的比较系统面的东西 它还有OOP的这部分 如果你只能挑一个语言的话 我现在确实找不到比C++更合适的 作为这一门课的语言 这样子 语言本身不是重点 但是语言是学习的媒介 所以呢 我们总是要挑一个语言来上程式设计 上完了以后 你将来未必真的写C++ 但是这里的观念会让你学习它的语言比较容易 这样就实现目标了 好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要来写我们的第一只C++的程式啦 我们的第一个C++程式呢 我们要遵照我们的这个城市语言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好规矩 我们一定第一个程式就是要写一个能够印出 嗨大家 就是hello world的程式 那我们在C++里面怎么写呢 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我们加起来包含这个控行在内 我们应该要写八行的程式嘛 或者是扣掉控行我们要写七行 然后可以在荧幕上印出一排我们想要看到的字 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 我们要跑给你看 然后呢 并且解释它基本的架构像什么样子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所以首先呢 我要复制这个档案 然后呢 我要来把它做一番编辑 那么我们今天呢 必须要先有一个编辑的环境 以及编译的环境 那我们呢 来试一下 比如说啊 今天我的电脑里假设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做几件事情 比如说我可以新增一个纯文字文件 那我就说 好啊 我们就把它test 然后给它一个复档名 复档名呢 我这里写的是 是CPP 这复档名基本上就是在电脑里面告诉电脑说 你用什么 用程式来帮我开启这个档案 就是要做个我们可以设动预设的工作嘛 所以比如说你家如果有DOCX 预设就是Word 依此类推 如果你看不到复档名的话呢 麻烦你Google一下 比如说Windows 复档名之类的 就会有人告诉你怎么样把它打开啦 好 于是我就存了 存了以后呢 发现前面的图是换了 那当然是因为我已经设定过说我要用什么开了 于是我点两下 就发现呢 被一种叫做Dev C++的东西开了 这个应用程式它是什么呢 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称它为一个整合开发环境 ID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这个东西就是它给你一个编辑器 让你可以打一些字 然后它给你一个编译的功能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 那首先呢 如果你第一次用的话 你可以调一些这个环境 比如说我来调一下Editor 就是说我可以改一下 这个Editor写起字来像什么样子 比如说这条蓝蓝的嘛 我个人不甚喜欢那条蓝蓝的 所以我想把它换掉 好 白色 这样子Highlight的那一条呢 就不会有颜色啦 那另外呢 我这个眼睛不太好 就想把字调大一点 这样大家看得也比较清楚 就给它16号字试试看 好 那现在变成这样 然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打字啦 大概是这个感觉 好的 那我再来把它调的再大一点 好 不如就来个20号字吧 那么呢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贴上 因为我刚刚已经写过那一段程式码了 所以复制完了就贴上就好了 那我现在呢就存档 那当然就是test.cpp 它就准备好了 那我现在要干什么呢 如果我就是这样子写一个程式码 这样的原始码的档案 当然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对吧 我每次点它两下 就是这个里面的字被打开来看而已 所以我得要请C++的编译器一行一行地读这个程式码 并且转成一个可以执行的档案 这样才行 所以我要按这个 好 按下compile了以后呢 就看到底下开始 匹匹匹的跑了一些字 没有Arrow 没有Wirning 看起来像是结束了 但是没有看到结果 因为东西在这 当你编译了以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执行档在这里 如果你点两下 它就会动作 像这样 不过呢 你如果真的点两下的话呢 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因为以现在来说呢 它印出一行字以后就结束了 所以呢 我们如果想看到结果 要按这个 这里有一个run run的意思就是 它会去看 你是否已经有那个执行档了 如果有的话 它就会执行这个结果 然后呢 并且停下来 等你看 那我们这个画面 也是可以编辑的 就是你可以把 比如说字型 调大一点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字 换成你喜欢的样式 好像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它这个的确呢 就是印出了一行 Hello World 一切似乎都蛮顺利的 按一下Enter 结束 如果我们回去 把这一行 把这个程式删掉的话 那么在这里 我们再执行一次 就会跟你说 没有 compile过 因为找不到执行档 你要 compile吗 yes 于是就 Hello World 跑出来了 那你再回去看 这东西又出来了 那就结果来说呢 你通常都会直接按这个 Compile and Run 那它就两件事情 帮你一口气做完 大概就是这么一口气 好 那我们来试着 理解这个C++程式吧 就是右手边的 这一串东西 我们的程式呢 在现在这个面前 它其实可以被拆成 四个部分 所谓的 Pre-Processor Name Space Main Function Block 还有Statements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会一个一个的来拆解 并且尽可能地让你知道 它们在干嘛 那当然有一些东西 还过于深入的 我们会之后的课程再教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电脑 在我刚刚把我们这个程式码 贴到萤幕上 贴到编译器里面去的时候呢 会看到有一些字变颜色了嘛 对吧 所以我们回去看一下 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说 第一行变成绿色的 然后呢 有一些像符号的东西变红色 然后有一个这个 看起来是蓝色的 Hello World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在说 有一些东西是C++的保留字 Keyword 那么这些东西有特殊的用途 那我们也会在过程中 跟大家介绍 好 所以呢 这里有两行 酬两行 这个什么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他们就是所谓的 Pre-Processor 和Namespace 今天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要认真讲他们 他们呢 基本上就是做一些 就是前置工作 你看Pre-Processor 也知道 他在做前置工作 事实上Pre-Processor 就叫前置处理器 好 那Namespace叫命名空间啦 他们基本上就是呢 先Set up这个环境 让我们的Program可以跑 那今天还不是介绍到他们的时候 因为他们还派访着Mentor了 我们今天先Focus在剩下的部分 过几个礼拜我们会回来讲他们 此刻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每当你要写程式就复制贴上这两行 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 好 接下来呢 是所谓的Main Function Block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行 是被highlight的 这几行字不瞒各位说 接下来几个礼拜呢 你也是每次一打开你的这个编辑环境 就先复制贴上这一段 就对了 它基本上在干嘛呢 它是在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要编译并且产生执行榜的时候 我要从哪里开始执行 因为你程式最后一定会写得很长嘛 那这么长的程式总要有一个起点 起点我们呢 就说就是Main Function 那我们这里介绍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函数 函数这个东西之后也会详细的介绍 不过它概括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个元件 我有一个这个Component 它呢里面有许多行的程式嘛 我一次执行这个Component 就会产生某一种结果 这样子叫做Function 所以你小时候呢 传60度到Sign这个函数里面 就会出来一个Whatever Number嘛 那也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它会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 那么在Program里面 Main Function负责做什么呢 它就负责说 我的程式就从这一行开始 往下执行往下执行往下执行 然后到某个地方结束 它就标示着程式的开始和结束 过程中它也许会去呼叫别的函数 或者是跑去别的地方 但总之程式一定是从这一行开始 到这一行结束 任何的C++语言 对不起 这门课会介绍的C++语言 一定都是这个样子 好的 那换句话说 既然是标示起点跟终点 一个Program一定只有一个Main Function 一定要恰好有一个没写不能跑 写两个也不能跑 一定就是要Main这个样子 就是要这四个字 不能大写 不能空格 就是要这样写 不然程式不知道你要从哪里开始运作 好 那么呢 我们这里有一对大括号 对吧 Curly Brackets 这一对大括号 基本上就是在讲说 我这个函数从大括号到大括号 是我这个函数的范围 那么这个Return 0呢 是我们这个函数的最后一件事 那此刻还不是介绍它的时候 但总之你知道 如果我们的作业系统 在执行你的执行档的时候 看到Return 0 它就会开心地说 OK 这个程式运作完成了 Everything is fine 结束 所以基本上就是标示开始和结束用的 那最后呢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讲这个 所谓的Statement Statement是一个叙述 也就是说呢 我在最后会在程式码里面 写下一行又一行的叙述 然后每一个叙述会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Return 0本身也是一个Statement 不过我们刚刚说了嘛 反正就是先照抄就对了 程式在执行的时候呢 那这就会执行第一个Statement 第二个Statement 第三个Statement 然后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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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Statement做单位的 在C++里面呢 每一个Statement都会用这个分号来做结尾 换句话说呢 你的两个Statement可以写在同一行 只要你有打分号 一个Statement可以写成七八行 只要中间没有分号 最后有一个分号就好了 所以它是认分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Main Function里面呢 我们确实有两个Statement 那电脑就会先执行第一个 再执行第二个 以此类推 好的 那么呢 我们这个Statement在干嘛 我们有Cout 小于小于 然后一串看起来双引号包起来的东西 以及一个分号 那我们已经认识分号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前面这些东西 Cout 是C++里面的一个物件 它是一个Predefined的物件 意思是系统 已经把它当成标准配备了 只要你安装了C++的编译 或者是编辑环境 编译环境的话 那么你的电脑里就认得Cout 这个东西 是前人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你拿来用就可以了 那Cout干嘛呢 Cout是Console Output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预设要把运算的结果 往哪个地方呈现出来 那么呢 在这个我们在这门课里面 当你写到Cout的时候 你的Console Output 基本上就是萤幕啦 所以你会看到结果印在萤幕上 那实际上有很多别的Output 说不定会印在印表机上啊 说不定会 你的程式要输出东西 是发出声音啊 不一定 不过我们这门课原则上 都是印在萤幕上 那么呢 Cout这个动作 应该说这个Object 它就是你传给它什么 你传给它什么 它就会把它丢到 你的Standard Display Device上面 这很重要 不然我怎么知道 在萤幕上哪里要变蓝色 哪里要变白色 哪里要变黑色 对吧 把东西印出来的这个功能 显然是有人写好 我去使用就可以了 那在C++里面 就是用Cout 那么Cout后面 接了一个所谓的Insertion Operator 小鱼小鱼 小鱼小鱼这个符号呢 看起来很像箭头嘛 它的确也就是在标示着 资料流的方向 我们如果回去看 这个Statement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是说 我有一个东西 我想要把它流进 所谓的Console Output里面 这里呢 Cout你就把它想象成 就是萤幕就对了 所以就是有一串字 我要让它沿着这个 由右往左的方向 流到萤幕上 那么它们就会 被引出来 所以Insertion Operator 就是在讲说资料 要流到萤幕上 然后呢 Hello World 然后有一个斜线 双引号里面的东西 是一个所谓的字串 它呢 用双引号包着 一系列的字元的话 它们就会依序被排好 然后组成一个字串 这个东西 应该大家平常生活中 也都用过 你会用一个双引号来写 比如说某个名人 讲过的话 你把它Quote在里面 有时候你可能是用 中文的引号啦 但是老外都是用双引号嘛 这个可以理解 Quote起来的东西 就是一串字 好 所以呢 H就被丢到萤幕上 E就被丢到萤幕上 它们就一个一个字的 就被印出来啦 那么 这整个合起来呢 就会把 这些字元 一个一个的丢到萤幕上 H,E,L 就E蓄体都被印出来了 好 那不过这里就有一个小问题啦 你刚刚好像并没有看到斜线N 这个东西 对吧 你好像就看到Holo World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怎样呢 好的 那么 就如我们刚刚所说 这个斜线N这个东西 好像刚刚并没有被印出来吧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你当然可以试一下 你不会看到斜线N这个东西 那它到底是啥呢 基本上呢 就是说啊 我们在这里 斜线N 它的用途 是一个所谓的标记特殊符号 好 当我在C++里面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语言都是 当我写一个slash 也就是斜线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是在说 我们后面是一个escape sequence 也就是所谓的跳脱字源 那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跳脱字源 但总之它就是一个特殊符号 这个特殊符号呢 是荧幕上 键盘上是看不到的 你键盘可以敲 ABC XYZ 098之类的 但是你的键盘要比如说 怎么样敲出换行符号呢 你不知道换行符号长什么样子 对吧 你如果在键盘上真的按一下Enter 它就会 你的游标会跳到下一行 并不会真的看到一个符号 叫做换行符号 对吧 但是我们在电脑里呢 它当然必须要 储存所谓的换行符号 举例来说 假设你今天 打开你的笔记本 打开你的word 任何东西 你就打了一串文章 你中间只要有换行 那么呢 你今天存起来 明天再打开 它还是一样有换行嘛 电脑里势必有把 所谓的在这里换行的这个动作 用某个方式存起来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资源啦 所以呢 电脑里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编码的 换行一定有一个 所谓的换行资源 在系统里面 是有一个编码的 电脑才知道 到这里 当我要显示在荧幕上的时候呢 每当我看到这个符号 我就是要换行 那你可以想象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符号嘛 比如说每当我看到这个符号 后面的字就要 变粗 变大 变颜色 之类的啰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换行 那么呢 斜线N N就是New Line的意思 所以斜线N就是 请换下一行 这样子 所以比如说呢 我们如果来试着执行 下面这一个program的话 你就会看到 Hello World 然后换行 下一行 I love C++ 然后又换行 然后So Much 好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呢 就把这两行换掉 那 通常没事 你会想要把版面排得很漂亮 不过以后为了节省时间起见 我就不这么做了 好 那我就请他重新编译 重新执行 就会看到这个样子 该换行的地方 就换行了 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好 那么跳脱字源 当然是有很多个啦 所以我们常见的例子 就是有 换下一行 Tab Tab就是你键盘最左边 那个Netword 有时候你会用来 把字牌的比较工整 的那个符号 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 那常用的呢 有这三个 因为斜线本身是很特别的嘛 所以你没办法在荧幕上 直接印出一条斜线 你要印出一条斜线 你就要打两条斜线 这样子 第一个斜线是在说 待会有个特殊的字哦 那个字就是斜线它本人 那另外 单引号双引号 当然 如果你要在荧幕上 呈现单引号双引号的话 你也必须要斜线 单引号斜线双引号 因为你回想一下 我们刚刚hello world 是不是我们有打双引号 但是没有被印出来嘛 因为双引号被用来标示 自串的开头和结束 所以我们如果不打斜线的话 直接打双引号 它程式自然会看不出来 我们想要双引号被印在荧幕上 还是是在标示这个字串的起点和重点 好 所以我们也稍微试一下 比如说啊 我如果真的想要在荧幕上看到斜线N 那我这里就应该要写斜线N 如果我这样的话呢 那两条斜线合起来会印出一个斜线 然后N会印出N 我们试一下 好 你就真的看到斜线N了 然后当然就没有换行这件事 那又或者 如果你想要印出单引号 你就这样打 那编译器有时候会机婆帮你把右边的单引号也打出来 因为它以为你要打一个字串 那你不要管它 自己删掉就好了 好 我们就看到一个点 一个单引号啦 那么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呢 在单引号 双引号里面包的单引号 当然是还过得去 但是你如果这里改成是一个双引号 那问题可就大了 你光是看到这个字本身变成黑色 就知道应该会有问题 因为很明显你在这个编辑器里面 蓝色的字就是双引号刮起来的 就是字串 所以呢 这个N本人就已经不被认为是字串的一部分了 那么你如果去执行它的话呢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程式电脑看不懂 这一行红红的就是表示有一点出错 那它这里写的是呢 所谓的这个在N前面应该要有一个分号 那它的逻辑是这样 这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完整的statement了 应该要有分号 后面才可以接something else 但是呢 没有 那当然你打了分号了以后呢 就会有其他的错误 像这样 它一样看不懂 因为N后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意思类推 那你有的时候会看不懂这些 错误讯息 有的时候会 那总之取决于你的程式到底错的是普通夸张还是超级夸张 但是试着去阅读那些错误讯息 然后慢慢的练习 把他们的这个错的东西改掉 就是你学程式的一个必经之路啦 好 那么呢 我们就回来 那么呢 那我们在刚刚的程式码里面其实又偷偷地讲了另一件事情 就是啊 我刚刚使用了这个Insertion Operator 对吧 我们这里有两个 Cout Statement 事实上他们是可以串起来的 这个Insertion Operator呢 他们可以串 他们可以Concatenate 复数个DataStream 也就是呢 我有一批资料我想让他们流进 萤幕 另一批资料 也想要流进 萤幕的话 我可以就这样子在中间把他们串起来 就好了 好 那么呢 这样子一来呢 就是这个东西 会流进萤幕 这个东西会接着流进萤幕 这样子 结果你自然就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结果 那么这件事情呢 你很快题就一定会用到 所以请记得 小鱼小鱼是可以用来串复数个 要流进萤幕的Component 那么呢 一开始写程式的时候偶尔会写出这种东西 你就想说 我有个东西 我要往右流到萤幕去啊 有错吗 不好意思 有错 因为你想象一下嘛 我们要讲机器 讲的听懂的话 那势必有一些规范 有一些文法 刚不是说有人要帮我们翻译吗 Compiler要帮我们翻译 所以我们写作的时候 必须要followCompiler的规定才行 Compiler说CL要放左边 你就要放左边 有些事情是没有弹性的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一个C++程式 基本上就是现在能介绍都介绍完了啦 你已经大概知道前面是做热身的 这个main function是标示开始和结束 中间是我们真正叫电脑做的事情 那给你一点这个小小的练习 请你去改双引号里面的东西 试试看能不能印出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吧 好 所以我们刚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 去写statement 并且怎么样用我们的statement 来放一些东西到萤幕上啦 不过这个单向的互动没feel嘛 你应该也想要跟程式说 给你一些资料 请你如此这般如此那般 所以我们来写我们的第二个C++程式 我要使用跟Cout相对应的一个叫Cin的东西 我要来input资料 那过程中呢我们需要变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Cin这个object 它你刚刚已经知道Cout了嘛 那现在要理解Cin是蛮容易的啦 就是另一个C++已经帮我们准备好的 让我们跟电脑或是跟程式互动的东西 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是用它来从键盘输入资料 in general 你可能有各式各样输入资料到电脑里的方式嘛 你可以用滑鼠啊 你可以用麦克风啊 你可以用触控萤幕啊 那反正我们在这门课里呢 Cin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用键盘敲字给程式这样子 那如果要使用Cin物件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打一些字 打一些value要传给这个程式 那东西一定要有地方存啊 所以我们需要container 那我们在程式语言的世界里呢 就是就要宣告变数的意思吧 我如果宣告了变数 那么变数就可以存这些value 这跟我们小时候学代数是一样的嘛 代数呢就是如果你有二元一次方程组 你就会有X跟Y啊 A跟B啊之类的 变数里面可以存值嘛 所以这里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的语法就长得像这个样子 刚刚是Cout 小于小于一串你要请它印出来的东西 那么呢现在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反过来 我们要Cin留什么东西呢 到一个变数里面去 你就把Cout想成萤幕 Cin想成键盘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在Cin的这个动作上呢 就是从键盘留一些东西存在变数里面 就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要用Cin来跟电脑互动 那么在这个学期里面呢 我们将会要求你用Cin来让你的程式可以吃一些测试资料 特别是批改系统上的测试资料 Anyway 那个之后再说 好 那我们先来准备我们的容器吧 变数这种东西啊 它是存value的嘛 那么在电脑里面呢 一旦我们宣告一个变数 我们的系统就会去allocate一个memory space 那它是在讲啥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在买电脑的时候呢 电脑会有所谓的记忆体的容量这个规格 一般来说现在就是4G啊 8G啊 很厉害的就16G 类似像这样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电脑里面可以存多少的东西 每一个program 事实上都会占据memory的一小块空间 或是一大块空间 然后呢 它基本上就是你多宣告变数 它就会多好空间 多好空间 它要跟作业系统要一块空间来存 你要存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候批评一个软体的方式 就是说它很耗记忆体 那可能就是它过于肥大 浪费了很多空间 那结果呢 自然就是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算速度啦 好 那回来这里 我今天总之我就是想要宣告变数 然后我要来跟作业系统要空间 来让我有地方可以存我要输入进来的值 就是这个动作 那么在C++里面呢 每一个变数都一定要有一个被你指定的资料形态 它是什么意思啊 你今天如果说你要准备容器 容器也是有大小形状之分 对吧 你的容器如果是方形的 那拿来装球 就会有一点怪怪的 要嘛浪费空间不然就卡卡的 依此类推 所以呢装变数也是一样 我今天宣告资料形态了以后 电脑才知道这个资料形态 这个盒子里面是要装什么的 电脑才知道 它应该要如何分配记忆体空间 以及如何解读存在里面的那一堆0啊1啊1啊0啊之类的 大家都知道电脑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二进位的嘛 所以呢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用0101在存的 那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但总之 你起码可以想象 如果变数的形态不知道的话 是整数还是小数都很难 就是电脑还需要去判断 就会很浪费时间了 所以C++呢就是要求你程式设计师一定要自己宣告 资料形态 C啊Java啊有一些语言是这样 那Python啊R啊就不一定是这样 像Python或是R这一类的语言呢是 你塞给它怎么样的值 这个变数就变成那一种形态 所以程式设计师不需要指定形态 那这个有好有坏啊 像C++这种我们必须要指定的 你就会很容易出错 因为你如果今天说它是整数 结果你存小数进去的话 你就会小数点后面东西就不见了 所以可能会发生这种形别错误 那Python这种自动化当然就不会 可是如果是Python那种语言的话呢 每一次你要把一个值存进一个盒子 或者是说变数里面的时候 系统都要做一下检查 说诶资料形态有换吗 这样子那大量的累积下来 当然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同样的program 同样的人来写 你写C++跑出来的速度很可能 比Python快很多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是看情况啦 不过资料形态这个有一些影响 好所以呢这个datatype 事实上除了对变数本身有影响以外 它还会影响我们在对变数做运算的时候 会怎么样的做运算 比如说啊 你今天如果要算3的4次方 这还蛮简单的嘛 3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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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就好了 但你如果要算3的4.64 这你没来一点微积分什么的 还真不知道怎么算 所以同样的运算都是次方 你对整数算对小数算就差很多 其他的东西也是可以类比的 好所以呢综合的来讲 我们一个变数必须有4个资讯 我要知道这个变数的形态 我要帮这个变数取名字 之后才可以用 变数呢是存value的 所以里面一定会有value 最后就是变数一定会被放在记忆体的某个地方 我们学C++ 我们学层次设计 就是要精通这4件事情 把它当成吃饭喝水一样 那么在C++里面有所谓的10种 这个built-in或者是基本的资料形态 那么呢它是C++standard里面有提供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你一打开你的C++楼 你就可以开始用了 那么他们有什么呢 粗分为整数和小数 好像make sense对吧 然后呢我们今天只会用到 不我和int这两种形态 你姑且把它们理解为 不我就是是或否0或1 或是说如果我宣告一个不我variable 它就是一个binary variable 直只能是0或1 正或负是或否 int的话呢就是一个整数 我宣告一个变数为int的话 它就是一个integer 里面存的东西呢就会被理解为整数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这边还有列出所谓的byte 意思就是说 我一个变数要用多大的记忆体空间来存 一个变数要用多大的记忆体空间来存 我今天如果要存整数 好那在这C++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四个byte来存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它就会有一定程度上 就会 它可以存多少的这个量啊 什么的就会被决定 不过呢这个先不要管它 好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一 形态不同 耗着记忆体的量 当然就不同 这个很合理 然后二 用多少byte 是跟你的compiler有关的 compiler会去跟作业系统要空间 compiler一定程度上有一些自由 可以决定它要多少 那我在表上列出来的数字 是我现在的compiler使用的量 那你的也许会不一样 不过很有可能会一样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呢今天我们只会用到integer 和bullet这两种变数 我们今天啊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宣告一些变数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宣告变数使用的语法 是这个样子 我呢 就会把它的type写在前面 然后变数的名字写在后面 所以in general是像这样 我先宣告type 再宣告变数的名称 中间用一个空白键隔开 我就知道左边是什么 右边是什么 这样子 这是宣告变数的方法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执行了 这一行statement 你看它分号了嘛 这个statement 这个statement做下去了以后呢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记忆体的空间 的某处 电脑就会配置给我 一块空间给我用 然后呢 电脑当然会记住说 存在这个位置上的变数 叫做myint 那此刻它是什么值 不知道 因为我们还没有assign value 给它 所以总而言之呢 每当我执行一次 这种 宣告的statement 记忆体就会开一块空间来 给我用 那么 所谓的variable name 我们也称它为identifier 就是识别字 这样的话 我只要记得变数叫什么名字 就好了 系统自己会去帮我去系统的这个address上 找出一个正确的这个空间 让我来存取那上面的变数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作业系统里面 它就是会有一张表 即是说变数A存在哪儿 变数B存在哪儿 因此类推 所以你跟它说我要变数X 它就去帮你找X在哪里 以及里面的value 大概是这样 那么呢 今天如果我宣告变数 我可以得到一块空间嘛 那我当然得要能够assignvalue给变数才行 所以我今天可以写这样的statement 也就是说呢 我要让myint变成10的意思 那我们有时候会说 我们assign10给myint这个整数 或者是我把10指派给myint 或是我把10塞进myint whatever 那么呢这句话一做下去 这里就会变啦 本来不知道存的是什么value 但是我做完assignment了以后呢 value就会变成10 那么我们两件事情可以一起做 比如说我可以写int yourint等于5 那么呢这一个statement里面 就包含了两件事情啦 宣告变数 并且给它值 就会像这样 那yourint 就会在记忆体的某处被伸出来 然后直接得到一个value 那么呢这个动作我们喜欢称呼它为initialization 就是初始化 这个就是我在宣告的时候同时做assignment 就叫做初始化 那写C++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部分的变数 你在宣告出来的时候 它里面的值是什么 你都不是很确定 那这个会造成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 因为里面存什么不确定 如果你把这个变数拿来用 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很难讲 因此呢你通常最好是每一次要宣告的时候 都顺便做初始化 你知道它应该是什么值 就塞进去 不知道就给它0啊 1啊 通常都给0啦 就给它0 然后来确保你的程式每次跑起来 结果至少会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出错也是出同一种错 不会说你不知道这个变数里面存的是什么值 你至少知道它就是0 所以initialization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呢 那若是不以你求来这些人 就会发生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啊 你的变数里面可能会存任意的值 那么到底会是什么值呢 不知道 有时候是0 有时候是几百万 那你的程式如果不小心用到这样子的变数的话 你今天执行它里面可能是0 跑出来结果搞不好是对的 明天执行里面搞不好是上百万 跑出来是错的 那你程式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会对 什么时候会错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你连想要检查错误都不一定能重现那个错误 但它又不是对的 所以总之 initialization是很重要的 宣告变数的时候就给它初始集 虽然是老生常谈 几乎每一个学期都会有非常多的同学 他们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在检查他们程式的错误 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宣告变数的时候没有初始化 所以就当作是我给大家的小礼物 请你去初始化吧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可以宣告变数 然后也可以assign变数了 那我们再来多介绍一下assignment这个动作 那么今天如果我在考虑这个statement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使用了assignment operator 就是这个等号 我们叫指派运算值 它可以把10这个数字 assign给myint这个value 对不起这个变数 那么myint里面就会装着10这个东西 那我们会说这是一个assignment operation 因为这个一个operation做了一件事情嘛 那么statement里面装着operation 然后看起来不是太奇怪 一个statement里面可以有很多operation 比如说declare和assign 你可以有两个operation 因此类推 operation是运算的小单位 in general呢 一个operation里面 它有所谓的运算子和运算员 operators和operants 那通常的逻辑就是说 我有一个operators 他呢首先他会拿一个或数个operants 来当做这个运算的input 然后呢他会做一些事情 对他们做一些事情 并且在最后会回传一个值 那它本质上呢 跟函数是非常像的 因为函数就是你塞东西给一个函数 他做一些运算 最后to结果出来嘛 非常像 那么operator也是 就是大概是负责性 好 所以对assignment operation来说啊 发生的事情是 我的两个operant 第一个是一个variable 第二个是一个value 好那在程式设计的语言里面呢 我们会说 operator左边的那个人叫做lvalue 右边的叫做rvalue 嗯 可以理解对吧 好 所以他吃了两个operant 然后呢 variable的值会变成deven的value 好所以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一件事情 你吃了一些operant 以后 operant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 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你左边的那个variable 它变成了你右边的那个value 这是variable本身发生的变化 最后呢 就是assigned value 会被return 你如果assigned 8 那它就会回传8 给这个系统 给这个程式 那当然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那个数字是没有被用到的 因为在这个statement里面 10被assigned给myint了以后呢 这个statement就结束了嘛 那我们之后会看到其他的例子 是这个assignment的returned value 也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10 好 会被拿来用 那我们之后再说 好 那么呢 变数宣告因为是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得要多跟你讲一点 那么 我们可以在一个statement里面 宣告数个variable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句话 用逗点隔开的话呢 你就会一次宣告三个整数 ABC 那 又或者是 我们可以一次把他们全部都初始化 那你如果想要初始化成不同的值的话 你当然就是要这样子写嘛 A.1 B.2 C.3 那么呢 今天 变数它的值 对不起 它的名字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 基本上 你只能使用连续的 英文字母 数字 以及 底线 这个符号 其他都不行啊 问号啊 单引号啊 什么的都不能用 那另外 开头不能是数字 不能跟C++的关键字重复 然后呢 是大小写是有区别的 所以 Keyword有哪一些 反正就是你打进去 它颜色会变得就是 很有可能就是Keyword 所以呢 你就不要那么做就好了 或者是你去查书 查网路 很容易知道C++的Keyword有哪些 就大概是几十个 这样 然后呢 大小写是有区分的 但整个C++的世界里面 大小写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变数大A 跟变数小A 是两个变数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呢 再次强调 你如果可以的话 请永远都initialize 你的变数 不知道要给它什么值 就给它0 这样子 避免你犯一些 不必要的错误 然后呢 取变数的名称的时候 尽量取有意义的名称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写一个程式 它呢 会把我输入这个 我有几英尺 它就告诉我它相当于几英寸的话 我的那个变数名称最好叫做yard to inch 让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变数是干啥用的 只取叫y的话呢 就看不太出来 meaning from the name 事实上是很有用的 然后最后 通常我们都建议你这么做 你如果要取一个变数的名称 让它有用的话 你常常需要组合数个字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 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 但是第一个不要 所以比如说yard to inch t跟i就大写 但是y不要 average grade g就大写 a就不要 max grade g就大写m就不要 这个是一种特定的命名方法 那很多写程式的人都在用 那你也看得出来它的好处 首先就是 你如果全小写很愚蠢 因为字都会糊在一起 那你如果不想要的话 你又不能用空白键 用底线ok 但是你就要多打一些字很麻烦 而且底线隔开的东西 有它特殊的用途 以后会介绍到 所以基本上很建议你这么做 最好从你起开始写程式的第一天 就养成这样的习惯 这是我诚挚的建议 好 所以我们可以来试着写我们的第二个C++程式 了 我们的第二个C++程式呢 我们先写一半 长得像这个样子 我呢先宣告两个整数 Num1 Num2 并且分别initialize成13 跟4 然后我要Cout 它们两个相加以后的结果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 一开始是做了Declaration 和Initialization 然后接着我们是做了一个Cout statement 这个Statement里面就有两个Operation啦 首先我们先把东西加起来 加了以后 加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这个Operation的Return Value 这个Operation跟Assignment有点不同 Assignment会改到你左边那一个Operant的值嘛 因为会被Assign一个东西 但是加法并不会改变任何它的Operant的值 加法呢就是会单纯的Return一个Value 而那个Value就被拿来丢到萤幕上面去啦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第二个Program 好 那于是呢我们就会看到17 好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 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如果我们试着来 点击它 的确就看到17 没有问题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 要来仔仔细细的看一下这个Program 那么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学习C++ 或是至少你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会经常强迫你去了解 系统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这个Program吧 这个Program这么简单 事实上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它在干嘛 但是呢我必须要让大家看到 当我们做每一个Operation的时候 记忆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唯有如此 当你未来在写比较大的 比较复杂的Program的时候 你才知道为什么它会跑成这样 跑成那样 你才知道为什么错这样 为什么可以改 你才知道我可能可以怎么样 让我的程式写得更好 或是更有效率 简单来说就是蹲马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第一个会发生的事情是 我会宣告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叫Num1 而且被Assign了13 所以记忆体里面会发生这件事情 紧接着我们会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Num2 会被宣告出来 并且被Assign4 这个Value 这是第二件事情 再来 Num1跟Num2 会被加起来 加起来的时候呢 它会被暂时里存起来 不需要有名字 你没取嘛 记忆体 电脑自己也不需要 因为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动作 于是呢 就得到了17 这个数字 最后 再做一个Cout 的Statement 应该说Operation 然后17 就会被印到你的萤幕 就是你的Console上面 这样子这个Program 就算是大功告成吧 所以虽然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小例子 我们还是得这样跑一遍给你看 之后也持续的要这么做 以便你可以在我们教你新东西的时候理解 系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那么呢 我们刚刚就是写了一个Program 那我们现在先稍微的美化它一下 所谓美化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来改变一下Output 让它看起来好一点 于是呢 我们就写了一串这个稀里花的Program 显然第一个Statement没变 而第二个Statement 变得异常一常 那我们现在来理解一下 呃 先试试看吧 好 所以呢 让我们来试着执行这个程式 好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然后呢 好 The song of 13 and 4 is 17 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那么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应该要来试着理解一下 这个Program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啦 好 那我们就对着这个来讲 我呢 先Nom1 Nom2 先得到了 这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我要印出什么 我们刚刚曾经讲过说 我可以用这个Insertion Operator 去串许多个Piece of Data 所以呢我串起来的第一个东西是一个自串 第二个东西是一个变数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当然就是13 第三个东西又是一个自串 第四个又是一个变数 第五个又是一个自串 第六个是他们加起来以后的结果 对吧 那加起来以后的结果回传的又是一个Value 最后是一个换行字员 好 那我很明显的不能写比如说这样 对吧 我如果写这样的话呢 在这里 Nom1一定就会被NUM1这样子印出来 而不会被印出13 但是这里就会被印出4 因为包在双引号里面就当成是一个自串 没包的话呢 电脑就会去问 有人定义NUM2这个变数吗 有耶 它还有Value 于是呢就会试着这么做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使用Insertion Operator 来串许多不同的Piece of Data 因为他们之间的Type可能会不一样 那你就必须要把它们隔开 才会个别的被正确的理解 OK 那最后呢 我们来稍微试一下 如果我们不Initialize 这两个变数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重新的Compile 然后执行 你会看到Sum of 0 and 69 也是69 那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是0 为什么是69 完全是巧合 你如果多执行几次的话呢 你今天可能都会看到一样的结果 但是你去把Word打开啊 把这个Chrome打开啊 再把他们关掉啊 然后你过半个小时再回来 或者是你明天再执行一次 这个值很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今天初始化是必要的 不然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值为什么是69 好的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 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比如说刚刚你都在做加法 我们还有减法乘法除法 以及一个 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东西 百分比这个符号呢 是取余数 所以今天这里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加减乘除取余数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如果我尝试要加减乘除取余数的话 跑起来会像什么样子呢 13加4是17 13-4是9 13乘以4是52 13除以4是3 好像应该余1 对吧 除3 原来得到3余1 余数确实是1 没有错 但是呢 除法为什么只有整数部分 没有小数部分 好像是要讨论一下 那答案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C++规定的 C++跟我们说 Data Type 会影响某一些 Operation的结果 比如说 除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除法这个动作 的左边和右边的Input 它们如果都是整数的话 那我在做除法的时候呢 我就被设计为 我只要回传 那个商 也就是扣掉小数 扣掉余数以后的部分 回传值 不管是 除出来不管真的应该是多少 我都会把它闯K成整数 就是无条件舍去啦 所以呢 本来13除以4 应该是3点若干嘛 我就不管 我就只回传3 这样 那我今天呢 如果左右 并不都是整数 而是有小数的话 就不会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来稍微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自己做的是除法 对吧 我就说好吧 那我除以4.1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现在我们就试试看 好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这里除以4.1的话 诶 怎么还是3啊 13除以4.1 不是应该要是fractional value了吗 呃 这是因为 我们在这里呢 尝试把Num2宣告成Int 好 所以Num2被想成是一个整数 你拿着一个小数 想要装进一个整数的箱子里的话 它就被tuncate到整数了 所以事实上 Num2里就是一个4 它就没有4.1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算出来的值都一模一样 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看看真的13除以4.1是多少的话 我得要使用非整数的资料形态才行 好那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东西 所以呢下次再说吧 好 那么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 要来写我们的完整的第二个程式了 因为我最终的目标是要see in东西嘛 所以啊 我现在呢 先宣告两个整数 然后呢 一开始没有值 那就给他们初始值为0 然后我就说啦 诶 请你印出 请你输入第一个数字 然后我就see inNum1 然后呢 请你输入另一个数字 我就see inNum2 然后它就告诉我 some is 我要算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理解 这一段Program在写什么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很快的试一下 好 请输入第一个数字 比如说输入个987吧 第二个数字 123 那么呢 他们的确 和就被印出来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你输入不同的数字 自然就会跑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啊 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们让使用者输入了两个整数嘛 然后我们呢 就也宣告了两个整数来吃他们 当我们使用see in object的时候呢 see in就可以把资料 从键盘丢到变数里面去 这两个变数就有取得value啦 那我们在前面做了两个 其实无关紧要的see out statement 好 所谓无关紧要的意思是 就算我把这两行拿掉 或者是改掉 其实最后都还是把两个数字的和加起来嘛 对不起 两个数字加起来 然后把和印出来 所以呢 这东西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提示语 那英文叫做prompt 它呢就是show一个message 跟user说 诶你现在该干嘛啦 所以请你输入第一个数字 请你输入第二个数字 这样子 in general呢 你如果要写program 提示语是很重要的 就好比你做一份问卷 问卷前面也是要写这一题提你填什么 那一题提你填什么 对吧 不然谁知道怎么用 不过 我们在这门课呢 并不会特别强调提示语要怎么设计 那个完全不是层次设计的范畴 最多只能说是服务设计的范畴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这门课里面 基本上作业啦 考试啦 都请你不要输出prompt 我们只要你输出运算结果就好了 因为那个才是逻辑训练的重点 不过我必须强调 实务上 当你真的要开发资讯系统 或是服务的时候 prompt 提示语 user interface user experience 都非常重要 只是不是这门课的重点 这门课的重点是 如何算出正确答案 OK 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input 当我看到seeing statement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直在那边 游标会在那边晃嘛 等着我们输入东西 然后才会往下跑 当我按enter的时候 前面打什么 就会被塞进去这个变数里面啦 那最后东西就被印出来 就像这个样子 那么呢 我们在seeing里面用的是extraction operator 它是相对于insertion operator的东西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方向是反过来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像刚刚说的 seeing不能写右边 seeing不能写右边 然后呢 大于大于跟seeing 小于小于跟seeing 基本上你要使用就是要按照规定 你不能这样这样子乱用一通 OK 所以总之就是语法 在这个例子上 你就是把它背起来就是了 因为就是一个规定 那么我们今天呢 在输入东西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可以一次输入好多东西 只要我们用enter或者是用空白键把它们隔开 它们自然就会被切开来 那这个事实上是因为C++里面 这个seeing的这个动作被设计成这个样子 那么呢 切开来的东西就会被送进不同的变数里啦 然后这些还没有地方装的 就会被放进一个input buffer 然后呢去等待下一次看到seeing operation的时候 所以呢 让我们来试试看 我现在要重新执行刚刚那个程式 但是我不要按enter 我要按空白键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同一个program 因为我没改 我就直接执行就好了 我要输入4 13 诶 它呢 就变成17 17是对的嘛 还是4加13 但是它不会在那边等我输入第二个数字 因为当我第一个statement就输入4空格13的时候呢 seeing会自动在空格的地方切开 把4和13理解为两个数字 4就丢进n1 接下来呢 当它看到第二个seeing动作的时候 它发现buffer也就是缓冲区里面 还有人等着被塞 那么它就会把13直接assign给n2 那这个第二个statement就不需要你输入 也不能输入任何东西了 然后呢就往下跑 运算就跑完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光是这么做 就会直接得到结果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如果想要的话 我也可以写成像这样 请你输入两个number 然后呢用空白键隔开 那么使用者呢 它就会变成是它就打了比如说100 空格8 然后我底下就一个seeing 但是接着两次的大于大于 然后呢这是目标1 这是目标2 那么呢它不管输入什么 比如说200跟8好了 那么200就会被assign给n1 8就会被assign给n2 然后之后加啦 减啦 乘啦 除啦什么的结果自然 你就会有办法预期 所以呢 input 就是会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每一个就会issue的排在一个 所谓的排队 等着你一个一个的拿出来 放进变数里面去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就对see out seeing 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啦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写我们的第三个 C++程式 用这个程式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if和while 这两个statement 或者是这两个概念 那我们来试着猜一下 这个程式在做什么吧 呃前面有一大段 跟之前讲的一样的东西 那你先复制贴上一些东西 然后呢 请使用者输入 呃先宣告两个整数 然后请使用者输入两个整数 就跟之前一样 接下来蓝色的部分要做什么呢 呃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如果第一个number比第二个number大 就印出说比较大的人是第一个人 如果第一个比第二个小 就说第二个比较大 如果他们相等的话 就说他们两个一样大 好像是这样子吗 确实是没有错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if 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是要来介绍if 这个概念 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所谓的if statement 来控制我们程式的执行的顺序 或者是呃这个流程 以前呢 我们写的程式都是一行一行一行往下跑的 但是有了if这个statement以后 我们可以跳过一些statement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看情况决定要做这个 还是做那个 in general 我们写if这个关键字了以后呢 打一个圆瓜糊 里面我们要放的是一个condition 也就是呢 会是成立或是不成立的事情 成立的话 如果condition成立 那我们就去依序执行以下的statement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跳过这些statement 那么 刚刚这样子解释也蛮清楚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怪东西 大家仔细一看应该会发现 它是两个等号连在一起 而不是一个等号 一个等号是这么大嘛 两个等号比较长 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写两个等号呢 这个两个等号是所谓的comparison operator 比较运算值 两个等号的意思是在讲说 请帮我看看左右两边是不是一样大 那么这个比较会回传一个所谓的布林值 布林值呢 布林是一个以前的一个数学家 所以就布林 那么布林值呢 在我们刚刚前面的影片也有提到说 它是某一种基本资料形态 整数是一种布林是一种 那么布林值呢 它里面只存两种可能性 不是true就是false 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binary variable 好 所以就是两个等于就是在做比较嘛 那它跟等于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是初学者经常会搞混 或者是犯错的地方 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 当我们写一个等号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assignment 所以呢是把右边的值assign给左边 然后回传20这个数字 当我们写两个等号的时候 我们是在比较 左边右边是不是一样大 这个时候会回传的是true跟false 所以事实上一个等号跟两个等号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operator 一个是做assignment 一个是做comparison 所以我们来试着理解一下这几个program 第一个program里面 A1开始等于0 我问 请问A有没有等于1 A 你觉得有吗 没有嘛 因为A等于0 所以呢A不等于1 所以这里呢 就不会被印出来 就会被跳过 第二个statement里面 对不起第二个program里面 A1开始是0 接着我在这里 我不小心 应该是啦 我不小心的把A等于1 写成A等于1的话会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会做的事情是assignment 1 会被assign给A 所以A的值会变成1 A会变成1 而且会回传 我assign进去的数字 所以我会回传1 给这个statement 那么这个operation如果回传1的话 1在不0值的世界里面就是true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statement就会被印出来了 如果A等于1 那A会被assign成1 然后他就会去检验1这个value 就会被判定为true 就会跑进来 再不然是这里 我一开始A还是0 但我如果assign0给他的话 那么呢 就会回传0 因为你assign的值 就会被回传嘛 回传0了以后呢 他又会去检查 0 0呢会被判定为false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里又不会执行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三个程式 所以总而言之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给大家这个提示 就是 不0值是存true或false 如果你assignvalue 给一个不0变数的时候 只要他不是0 都会被判定为true 3啦 8啦 负2啦 999啦 都是true 你assign0给他的时候呢 就会是false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这个程式和这个程式 有执行上的差别 总之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 你要做比较的话 你必须写的是等于等于 而不是等于 等于是assignment 等于等于是比较 那这个初学者一定会写错 那写错就检查就是了 好 所以呢 我个人蛮喜欢这种做法 就是我们在念这些statement的时候呢 我们念他becomes和equals 如果我写a等于20 事实上就是a becomes 20 如果我写a等于等于20 那我就是在问a equals 20 or not 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不容易搞混啦 那么我们当然不是只能比较 他们是不是一样大嘛 我们刚刚事实上也比过了 我们也可以比较 他们是不是a比b大 或是a比b小 所以我们有至少有六个 comparison operator 有大于 有小于 有大于等于 有小于等于 有等于等于 还有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呢 在C在家里面定义是 一个惊叹号再一个等号 这样子 那么 当然这些两个合起来的 你中间不能空一个 不然就完全看不懂了嘛 所以这六个 operator 都会回传一个不灵指给你 就会告诉你 你问的问题是true还是false 那么呢 在一个if statement里面 它可以有一个block 这个block里面可以有好几个statement 那么呢 我们会用一对这个大括号 来标示说 这个block从哪里到哪里 换句话说呢 就是 今天我们这个example里面 a是0 然后 a是1吗 a不是1 所以我要跳过一些东西嘛 这两个statement都会被跳过 或者是说 这整个block 都会被跳过 所以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呢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statement的时候 你可以不加大括号 像这样 这一页的program 这一个program 跟前一页的第一个program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个例子里 你不需要加大括号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statement嘛 但是 如果是这个program 或者你是说 正上方这个program的话 当我有两个statement 可是我却把大括号拿掉的时候 我就会得到下面这个program 这个时候 就跟上面的program不一样了 程式会觉得 这两行合起来 是一个ifstatement 所以a不是1 他就会跳过去 但是程式会执行这一行 虽然你看他前面空了两格 好像跟前面的那个he 是同一行 是同一个这个群组 但是实际上程式是看不出来的 程式只认大括号 或者是指认一个statement 所以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我们去执行的话 这一行不会被印出来 但这一行会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规则讲起来其实是蛮明确的 如果你不加大括号给if的话 他指认他的下一个statement 是if的内涵 但如果你加了大括号的话 你就可以有很多个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呢 再次跟大家强调 C++里面 他在看statement的时候 他是用分号在区隔的 所以前面的空格没有任何意义 你这个东西如果想要的话 你写在这里也可以 那我们在投影片上的排版 是一般人通常会用的 或者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那么呢 现在我们再来稍微再进阶一点 我们能不能猜猜 这个长得跟刚刚很像的statement在干嘛 我一样前面先请他输入两个数字 然后我就说 当第一个比第二个大 我就来印出第一个数字是多少 然后把第一个数字减1 OK 然后再然后再然后再然后 好像是这样子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确实是这样 当我今天想要使用while statement的时候 那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一直重复做事情 他会去检查这一对原括号里面的这个condition 是不是成立 如果成立的话 就继续做 如果成立就做这个statement 然后再检查一次 成立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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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个不成立为止 这样子 好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们看到的事情就是 他在比较的是 num1有没有比num2大 只要num1有比num2大 他就会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所以大家其实就把while 想成是一个会重新回来检查的if 就可以了 if的话呢 就是condition true 就做 false 就不做 不做就跳过去 然后就结束了 while的话呢 是false 跳过去 true 就做完再回来检查 是不是 所以他就是一个会回头检查的if 那我们试着跑一下这个program 好 所以比如说 我就这样复制贴上 ok 然后他请我存档 好 那我就来随便存在桌面上吧 档名也随便取 好 那我就compile and run 那么呢 他请我输入两个数字 中间用空白键隔开 好 那就12跟4好了 Enter 他呢就跟我说 12 11 19 8 7 6 5 当 non1的值 还是12 11 19 8 7 6的时候呢 我们的值是比 4来的大的嘛 所以这个while statement 在做的检查 都是成立的 一直到non1变成4的那一瞬间 4没有比4大 所以就跳出这个while回圈 然后呢就结束了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 最后就是有这一个statement 直观上来看好像是non1变成non1-1 对吧 不过我们来把它讲的稍微细致一点 这个呢 今天如果说我们刚刚在执行non1等于non1-1的时候 它具体的来说是发生了把non1先变成先-1 然后再assign给等号左边嘛 所以它才会让我们的while statement可以正确的运作 好 那么呢今天我们刚刚说啦 while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if 它会一直repeat 那么我们的这个assignment operation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program里面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non1就不会改变 non2也不会改变 那我们刚刚写的东西是while non1大于non2 如果non1跟non2都不会改变的话 那我们这个回圈 这个while 这个statement 就会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当然就跑不出结果来 我们就会得到所谓的无穷回圈 那我试一次给大家看 好 如果这一行不要 比如说我把它删掉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我就输入12 跟4 诶 这个程式会不停一跑 不停一跑 不停一跑 直到我把它按掉为止 这个程式会一直跑也是很合理的嘛 因为non1跟non2 一个是12一个是4 12一直都比4大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个statement 那这个statement在做什么呢 它实际上有两个动作 两个operation 第一个operation是 non1-1 the value 要被算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减法 所以12-1 就变成11 然后再把这个value assign给non1 assign给non1 所以non1就会变成11 然后11变成10 10变成9 依此类推 好 所以光看这个式子的话呢 会觉得很微妙 就是怎么可能a等于a-1 那是0等于-1的意思吗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知道这个等号 是assignment 而不是comparison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会写下这样的statement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一个assignment 所以现在我们就完全懂了 non1和non2的比较 会持续地被做 只要non1大于non2 或是一样大 变成一样大的那个瞬间呢 这个program 就不会再继续执行这个while回圈了 好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有了if跟while 我们写 可以写东西的内容 变得更丰富了 对吧 我不但可以从萤幕上看到执行的结果 我也可以用seeing 把东西输入进这个程式 我甚至还可以用if-else来控制 对不起我现在还只介绍了if 我们还可以用if来控制 要不要跳过某个东西 用while来写你要不要repeat某个东西 这些元件组合起来 就已经可以写出非常powerful的程式了 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课程呢 还会再把我们今天overview讲到的东西 都再重新讲 不过写程式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 准备好data 准备好instruction 然后呢 利用一些可以控制程式逻辑的工具 来让我们要求电脑做出某些事情 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 那么我们后续的课程呢 也就是讲 介绍一个又一个的更强的工具 更好用的工具 并且做持续的练习 课程长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我们刚刚已经陆陆续续地写了很多程式啦 那么eventually写程式这种事情就是打开你的编辑器 打字 存档 compile run 就是这样子的流程 那不过过程中呢 事实上我们会经常地遇到错误 所以先让我们来理解一下 错误有分哪几种 那最主要要区分的错误呢 是所谓的sintax error 和logic error 我们分成这个语法错误和逻辑错误 语法错误这种东西啊 就是当我讲话的方式不合那种语言的文法的时候 然后就发生了语法错误 也就是说compiler会看不懂 比如说这个program好了 这个program哪里有错呢 大家仔细看一下的话 会发现这里 少了一个双引号 对吧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程式就会觉得说 这整段 都是一个自串的一部分 然后呢到这里也是 到这里也是 然后一直到对不起 一直到这里 他会觉得是一个要输出的自串 那至于后面这些东西是什么 他自然就看不懂了 所以这就是叫做所谓的sintax error 那么compiler呢 他是可以看到sintax error的 那我们来稍微试一下 比如说呢 假设我写这样的program 前面请他输入 然后这里如此这般 这里如此那般 那么呢 当我尝试要compile的时候 他就会说这里有问题 那他呢 基本上是猜到了 他猜到说 我们这里好像 missing terminating的这个双引号 那确实是正确的吧 所以我们就会回来到这里 比如说修一修之类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好的编辑器确实可以帮上忙 今天如果我们用他预设的这种 这个sintax highlighting 就是涂颜色的话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 哦这个字串 它显然就是还没有被close 它显然缺了一个右边的这个引号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串都是蓝色的嘛 那不就是表示它是字串吗 当你把它涂上正确的 打上正确的符号了以后 颜色就变得正确 那么呢就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个 遇到这个sintax error的可能性 所以好的编辑器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现在这个程式是不是就完美了呢 也不是 因为它会跟你说 好像少了一个分号 对吧 好像少了一个分号 所以呢你就 根据compiler给你的建议去做修改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呢 逻辑错误就更麻烦一点 就是你的程式会跑 但是不如你的预期 比如说像这个program吧 这个programsuppose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num1如果比num2大 印出num1 num1如果比num1小 应该要印出比较大的人是num2 可是它却不小心写成num1了 这种事情呢 这个compiler当然不可能会找得出来嘛 compiler一定不会知道 你到底这里要写的是num1还是num2 所以呢程式设计师自己 必须要找出所有的逻辑错误 以便自己跑的程式能够正确的运作 那么这个process呢 我们有时候就称呼它为debug 好我们说程式里的一个错误就是一个bug 就是一只臭虫 那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把这些臭虫全部都清掉 清完了以后这个program就正确了 就写完了 所以debug是这个意思 那么接下来几页头影片呢 是从台大自工系刘邦峰老师的这个 教材上面这个截取下来的 那用来为跟大家介绍说 和谓程式设计的这个写作流程 一开始你会先编辑一个program 就是打开你的编辑器打字 接下来呢你会compile你的program 那我们在这门课里 我呢在demo的时候都会使用dev 7++这样的一个整合式的编译软体 应该说整合式的开发工具啦 它编辑器和compiler是合在一起的 不过in general你不一定要这么做 你也可以编辑和compile是用两个软体 所以这件事情是看你的需求 初学者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就用devc++就好了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网路上查一下 也有很多人说devc++这个工具不大ok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不过对初学者来说 你只要有一个好工具 那你可以不用太麻烦的上手 那你可以先专注在程式设计的本质 而不是工具的话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devc++也很阳春 所以有很多很好用的功能 它里面没有 不过初学者最好也不要有很多功能 你使用的工具最好是越阳春越好 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练到你该练的东西 如果你一上战场就拿着核子弹的话 我想你就不会练枪法了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吧总之写程式compile 这我们刚刚都做过了 如果今天发生了syntax error compiler会告诉你 那你要干嘛 回去修你的程式吗 一直反复这个流程 直到修好了没有bug为止 没有bug了吗 不一定 因为你可能在执行这个program的时候 会遇到所谓的runtime error 在你的syntax检查完之前是不能执行的 但你执行下去不一定 程式就会真的结束 我们有时候在比如说windows 或者是其他作业系统也一样 会看到程式跟你说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错误 现在要关掉了 或者是某个程式已经停止运作了 这样子 这些框框都蛮常见的嘛 那就是表示那个program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错误 所谓的意想不到的错误 有时候呢 是使用者输入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值 结果没办法处理 或者是我们之后会 这门课会持续的教大家会发生的事情 通常都是系统面的事情 记忆体level啦之类的 所以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什么 我们得要教你比较深入的东西 不然你没办法处理这些问题 那总之 如果你的program 因为一些错误 而没办法跑完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error 然后呢 我们就说他发生了runtime error 这样子 好 如果有runtime error 二话不说 修你的程式嘛 不然跑都跑不完 还能怎么办呢 大部分的runtime error都发生在memory level 所以 你在中后段的课程里面 就会为这些事情烦恼 现在呢 假设你的program 已经没有runtime error了 它已经可以正确地往下跑 跑到结果跑出来了 也不代表它就是对的嘛 因为它有可能会wrong answer wrong answer的话呢 表示该跑出来的结果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那wrong answer 听起来很像是 我们在做什么数学运算 其实也未必见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atm 它里面假设有一个程式是 我输入我的账号 输入我想转账的账号 输入一个金额 哒哒哒哒的按下去 我的钱就应该被扣掉 它的钱就应该要涨出来嘛 我们会预期一个应该要发生的结果 只要程式执行下去 结果不是那样 那就是wrong answer 比如说我的钱被扣了 它的钱却没涨出来 的话 那在那个程式里就是wrong answer 只要它的outcount 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那就是wrong answer 所以wrong answer 当然也是某一种逻辑错误 因为你的程式可以跑 跑也跑完了 atm那个人账号也打完了 密码也打完了 对方账号的钱也打完了 然后呢卡片都退出来了 甚至连明信表都给他了 但还是没有转账成功 那就是一种logic error 好 如果发生了wrong answer 对不起 如果发生了wrong answer 怎么办 那我去修嘛 所以你就继续debug 那通常这是你最花时间的事情 如果这一门课 有什么事情最花你时间的话 就是对着wrong answer的东西 重新修改你的program 然后反复不断这个流程 因为这个流程是最训练你的脑力的 你呢 syntax error compile 会帮你找出来 wrong time error程式会荡掉 你会发现它荡掉 但是wrong answer通常是最难发现 是为什么的 那这个就有赖于大家写作的时候要小心 并且要仔细的用你的 要训练你的逻辑 去做抽象的思考 但是是理性有条理的抽象思考 然后才能够避免一直产生wrong answer的程式 所以逻辑是很重要的 人家说写程式会训练逻辑 我完全同意 因为你的逻辑不对 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对 好 那总之现在也没有wrong answer了 以后我们到底要干嘛呢 不好意思 你就是去写你的下一个program吧 人生就是这样不停的反复啊 你呢 每个礼拜就是写 写 写 好不容易这个礼拜把作业写完了 对了 然后你就会收到下一份作业嘛 这个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就请大家不停不停不停的一直写 那么到最后你呢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最后你就会写程式啦 好的 那么呢 现在来进入最后一段啦 我们来讲一下如何的排版 排版这件事情讲起来蛮悬的 初学者通常觉得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意外的非常重要 绝大部分的优秀的程式设计师最终一定会找到他自己喜欢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的排版模式 那么不得不说啊 写程式这种东西呢 你写出来的code固然是要给电脑看的 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呢是要给人看的 好 你可能以后会有队友 你做project的时候会有组员 出社会了以后呢会有同事 彼此之间是要互相用彼此的code来合作的 如果你写的code别人完全看不懂 非常麻烦 好 反之别人的写的code你看不懂也很麻烦 因为可能你去上班的时候呢 你的同事离职了 你要交接他的程式 然后呢 以后他的程式如果出错了 或者是要更新你要修改 这个时候如果写的很烂 那就是很惨啦 或者是呢 你的同事这个 写的很好 那你呢自然事情就好做得多 另外就是不要以为你不跟别人合作就没这个困扰 你过两个月过三个月 回来看你写的程式就跟陌生人一样 好 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想不起来 这个变数是什么意义 然后这一团code在干什么之类的 那么好的写作习惯会让人从程式设计师变成好的程式设计师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呢我们知道 分号是我们用来标statement结束的地方 空白键啦 tap啦 换行啦什么的 并不会影响 compilation和 execution 除了一些很特别的情况以外 那么呢 这就表示 同样是一个equivalent的program 可以有不同的写法 左边是我们的hello world 右边事实上也是hello world 但一般人应该都会prefer左边这种 而不是右边这种对吧 因为右边这种胡成一团 看也看不懂 然后呢 这明明是同一个statement 硬要分两行 然后呢 这个圆瓜胡明明是main的一部分 硬要拆开 然后你这里也看不出来 这个和这个是混在一起 是成对的 所以我们的写程式的任务 或者说排版的任务 就是让我们很容易的理解这个program 能做到的话就是好 好 那么呢 那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来让我们的版面好看 所以呢 大概有这一些 那很多我就一个一个讲 首先呢 当你有分号 就换行 换句话说就是 请不要把两个statement放在同一行 几乎没有任何的好处 除了让code的行数比较少以外 那初学者很喜欢比你的code几行 我的code几行之类的 好像程式码比较短 就比较厉害 或者程式码比较长 就是比较认真 都完全没有 这完全就是写作风格而已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除非你已经是非常资深的老手了 不然两个statement不要放在同一行 所以呢 这是一个原则啦 另外就是 你的这个brace 也就是所谓的curly bracket 大括号 应该要垂直地被对齐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个程式 这个和这个是有对齐的 这个和这个是有对齐的 那么第二个程式呢 虽然你觉得这个跟这个好像没有 这个跟这个好像没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对齐的 这里是对齐的 所以第一个程式和第二个程式呢 都是所谓的好的写法 因为你看得出来 你根据这个阶层就看得出来 这里是第一个block里面的东西 这里是第二个block里的东西 这里一样嘛 好 所以若是如此的话 事情就好辨认 第三个就是错误示范 今天呢 这个人明明就是对他 这个人明明就是对他 可是你却把他错开来写 导致你一眼看下去的时候呢 很容易误以为这是一个block 那后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这样子的话呢 就很糟 那今天这个很容易看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code有几百行的时候 出这种错就会要人命 所以请务必小心 好 那么 程式设计师很喜欢 站或是讨论啊 第一种写法还是第二种写法好 实际上都好 只要你自己喜欢 而且consistent就好了 我个人喜欢第一种写法 那就是我的习惯而已 并没有说第一种比第二种好 所以呢 通常我给大家看的范例程式 都会是第一种 但是投影片有时候会排不下嘛 所以我偶尔会用第二种 总之就是你尽可能的 选一个你喜欢的就用就可以了 再来 intention就是缩排 如刚刚所说的 把你的block 往右边缩排 让他们可以显示出 他们现在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 这样子的话呢 会比较容易理解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看到的 基本上是表现不错 第二个呢 就不大OK 因为你这样子猛的一看 你不容易看出 这个人是哪一个阶层 那么至于哪一个 这个statement是在这个if里面 还是那个else里面 还是这个while里面 就不太容易看出来 所以第二个写法呢 就不太好 但是很多初学者 一开始都会写成这个样子 正常的编辑器 当你打一个大括号的时候 按enter 它自己就会帮你往后跳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比如说这里 假设我写个这个if 随便写 随便写 a大于2好了 然后我写大括号 它就会自己帮我往后跳 如果你不知道该空多长 那么你就让它帮你往后跳 就可以了 好吗 你又打了一个大括号 按enter 它就会帮你往后跳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缩排 你就用编辑器帮你弄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么第三种这个也是很要不得啊 你不但没有按照阶层做 你甚至还把这个 这个大括号后面直接接的东西 还有人超出前面的缩排的 简单来说就是 程式码长得越稠 你就越容易出错 好 并不是说排得很漂亮 就一定很容易没有错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几乎没有遇过程式设计师 他很强 但是会写出这种code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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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所以 维持好习惯 一定会让你的这个写作比较顺利 再来变数宣告 我们之前讲过一点 就是说呢 最好取有用的名字 然后呢 类似或者是用途相近的变数 在同一行宣告 以便你再找起来 或者是理解它们的时候 比较方便 那么 这里是一些例子 比如说 如果我说 呃 我现在要来丢两次骰子 然后呢 我有一个和 两次骰子的值 如果我输入进去了以后呢 告诉我两个加起来点数是多少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人们就比较可以理解说 哦 OK 这个程式一定是跟骰子有关 然后呢 一定是要把什么东西加起来 这样子 如果我就是写ABC 然后CAB 然后... 你光看 你过几个礼拜回来看 马上就会忘记 A跟B跟C 各代表什么意涵 所以这件事情也不太OK 可以的话呢 尽可能的帮你的变数取有用的名称 而不是ABC123 除了一些特例以外 好 那么 变数的名称 它呢 当然就是这里所说的 同类型的把它在同一行宣告 像这里是三个混在一起 那也不太好 因为A B跟C的用途 其实不太一样嘛 关于空白和空行呢 它们通常可以让我们的程式码 有比较好的视觉效果 写起来比较不累 那你就可以多写几个小时啦 所以通常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当你有binary operator 就是那些加减乘除啦 等号啦 比较啦 之类的 左边右边各放一个operator 各放一个operator 等的东西的话 在binary operator的左右 各加一个空白键 然后呢 如果你有逗点 在后面加空白键 然后呢 如果你有一团一团的程式的话 用空行来区隔它们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 各有各的用途嘛 我们就用空行把它隔开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因为都没有隔开 你看起来就觉得比较急 程式码如果很长的话 很容易看不出来这个在干嘛 其次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在等号的两侧 这个 呃 输入输出的运算值的两侧 我们有空格的话 通常呢 比较容易能够让你一目了朗 你看出 这是个operant 这是个operant operant 然后呢 operator 这样子 如果你全混在一起的话 程式当然是可以读 但是我们人去读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很紧 对吧 你不太容易一目了然 你看出谁在哪里 谁是什么 所以呢 这种写法比较不建议 不过again 非常多的初学者 都不喜欢在operator的左右打空白键 那我是没办法勉强什么 但是我觉得有打比较好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然后最后就是 斗点后面要空一格 就是这里 斗点后面要空一格 那这里就是斗点后面没有空一格 斗点后面空一格 事实上是英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嘛 所以你这么做 当然会让code 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一点 好的 最后呢 就是关于写注解啦 注解是什么 注解是在程式里面 你可以写一些笔记 你自己可以看 别人可以看 但是程式会选择略过那一段的 所以呢 如果平常写程式是给电脑看 那写注解就真的是要讲良话啦 所以在C++里面 我们有两种写注解的方法 如果有一行 你希望从某一个字开始 后面都是注解的话 你就在那一行打两个反斜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后面就会变成注解 或者是你可以有一排注解 一排注解的话呢 就是我们用这两个符号 来中间放一些东西 那么那中间就可以写一大堆的注解 所以用起来像是这个样子 我会用这个block comment的语法 来写一大堆的注解 也复数行的注解 然后如果某一行后面我想要注明 这行在干什么 那我们呢 就用单行的注解 这样子 所以注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初学者因为一开始写的程式不长 所以经常会不想要写注解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赶着把作业写出来啊 之类的 但总之 写注解是非常重要的 那好习惯必须要请大家从小养成 所以这是为什么前几次作业 我们都会请助教帮大家看 说你的排版好不好啊 或者是这个你有没有注解啊 你注解写的有没有用啊之类的 之后甚至还要请同学们互相看 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 都可以变成数学超强 或是逻辑超强的演算法大师 或者是这个写出什么 登录月球的程式啊之类的 不一定 但我们一定每一个人 都可以养成好的程式习惯 让我们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比较容易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比较容易发挥我们的价值啦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